县长吕国华才因为台风巅登记参选丁的满头包 在今天的时候却又传出前国民党组发会主委廖峰德的遗孀 也托友人领表 传出就是因为不满马总统 在廖峰德过世之后不闻不问 不过詹春博士表示已经透过管道疏通了 相信廖峰德的妻子最后不会参选 而党如果有任何不周到的地方 他愿意表达歉意 你要问我能讲我就讲 詹春博没在怕的 选情乱也只好兵来将党水来吐烟 如果华才因为台风不忘登记 被盯得满头包 偏偏廖峰德的遗伤也不声不响 托人领表 难题来了 我们相信廖大嫂不会做这种事情 他是因为觉得总统对他的照顾不够 就是对廖家照顾不够 就是说对党中央有一些觉得说 应该不至于是这样的想法 我想总统对于廖峰德 顾主任委员非常的赏识 对于这个洪德大嫂的一切 他也有所关心 不是每个人都能说之以理 郑永金坚持要挺张碧琴参选 谢生山也要力挺自己的子弟兵 党中央本来豪气干云 要使出终极手段开除党结 但又传出为了增加协调空间 神变了 已经一分钟当了两分钟用了 只希望要拖党的快刹车 要搅局的快回头 交投烂额的张春博最后抛下这么一句 本党同志觉得说 党对你有所舒服 照顾 关心不够的利用 我代表党中央表述 非常非常抱歉 今天希望欢迎群成为入台北报道